谢谢师傅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段片 这段片我想各位观众要留意一下 因为灰灰会提到一个大神 就是很多戏行的朋友 都一定要拜祂 我们先看看渊源是什么 还有我们后台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神伤 这个一定要提大家拜神拜华光师傅 你想戏院会好一点 这些戏院因为另外安在一个地方 一个景位 你们行人都很少去到那里 但你们看得多气盘 通常是对着文武生的门口 一定的华光师傅是对着文武生的门口 你们观众一进来就一定会见到神伤 见到也最好真的拜一拜 当然入屋叫人进去拜神 但所谓神伤就是那个伤 神伤是载着华光师傅 即是他家屋来的 就是那个伤摆进去 然后抬来我们的气盘 抬上来 那个神伤就是我们很尊重他 就是不会泄逐他的 但是男士就可以坐的 男人就可以坐上去 即是坐着神伤也可以 我们女人就不可以的 碰也不好的 那他唯一就是一个女人是可以碰的 谁这么厉害呢 这个就是当他的角色是做桃花女 桃花女 桃花女 因为他踩桥 是 大家知道踩桥 好像穿高跟鞋 是很高的 是很高的 刚刚辉辉提到 这个华光师傅 好像其实都跟你们道家是有点渊源的 原来不说不知 先说回 就是为何他们会拜华光祖师 其实以前气盘 即是他可能红船要去穿州各省 就是我去唱气 那台都是用竹盘去搭的 就很惹火的 很容易着火 本身华光师傅很擅长去用火除妖 很擅长去制火 所以他就说希望华光师傅 确保这一宗 稳稳稳稳稳 平平安安 还有避开你那支气盘 或者那些红船 去到不同地方 可能遇到山策 抢钱 还有就是说他们拜华光祖师 一就是保平安 二就是说 那个演艺事业 那个仕途都会好一些 可以发光发烈 会红 或者是细水长流 其实有一些80年代 90年代的歌手 他没有跟别人说 他什么宗教信仰 他家里有个华光祖师 哦 这个都好像曾几何时有些传闻 是的 当然现在我不要开名 市民已经不太喜欢他了 就是说连连自己多少岁那个 拜华光祖师是可以有利你的星徒事业 还有就是说华光祖师本身是道家其中一个护法神 我们叫做五显华光大帝 还有就是以法科界来说 华光本身有一个教派 有一个教派 是有一个教派 他本身有一个教派 他都有他们的扶和咒和做法事 例如可能说怪病怎么医 撞臣怎么处理 去杀气 清古灵精怪的东西 他们旧一派的人都有 但是属不属于六任分支 你当是独立一个牌别 就叫华光教 我们在焦点台 有其中一个师傅都有修华光教 其实他都是寻乎念咒 驱邪和致病的居当 在这个潮山山尾一带 很多人是教派 反而在珠三角这边少一点 这个香港朋友可能比较少听 因为香港朋友大部分都认识到 可能是六任茅山 后面还有很多民间宗教 未必当时落到香港成全下去 如果是华光先施 其实对演艺事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除了华光先施之外 另外有一些神明 我也想师傅解释一下 有个叫三官三大帝 是什么来的 这个真的不清楚 很多人都不知道 就是我们请神文 其中有个有讲的华光先施 三官三大帝 三官其实是掌管了几件事 天官就赐福 地官就赐罪 水官就解压 就是天给福分你 另外你有获过的 就是希望减养罪孽 还有灾厄的就减养 其实就是慢慢流传 除了气盆之外 我们广东人都很多时候 会整个天官似福 又或者是三官三大帝 这三位帥仔 其实意思就是解释 做人最重要是有福 我有什么业障 就希望射减一些 另外就是说有危难 就避开它 其实都多的 尤其是不同人叫他做不同的名字 客家人叫做三戒爺 三戒爺 敏南 台湾那些叫做三戒公 三戒公 其实都是 只不过就是 地方源流不同 或者语言不同 就变了不同的东西 但是我们广东人多数 会拜三官三大帝 其实是什么就是这件事 其实你拜得好 其实都很足够 有福 射了一些锅 有危险 有解压云 其实就已经很足够 这些是一般的庙园 或者是 因为香港来说 好像不太知道 哪里可以去拜到三官三大帝 多数是自己家立的 我自己家立的 这些 算不算是家臣 如果是家臣 其实都是上天的臣 三官三大帝都是我请的神之日 希望 关照自己徒弟 家臣 我们的台 都帮忙 水上船高 大家好 一起加油 其实会请神民里面 那些神明 基本上都会请下来 是的 我当时提过 连沙述马 第一个交坑 第一个命令 你去品 基本上都很认 你看 烈烈尊神 到达日子时 喂 转坑了 第一个命令 陈大文 和我说什么 很多观众 如果不是听师傅说 都未必知道 当中原来都有 这个过程的恩由和玄机